啊 三 二 夫人 睡得好吗 先生今天又要早会啊 近日南洋的祸靠岸 所以可外忙些 不害臊 我们是已婚 合法 走 谢谢 金虎帮女路回上海滩 两大势力帮派 双方皆伤亡惨重 好了 夫人 你还喝的甜粥 又是甜粥 夫人 今日晚宴 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你不带我去 难道还要带别人去 我哪敢 那我让巫叔晚点去接你 让他到服装铺来接我吧 我就来找太太看衣服 好 要乖啊 拜拜 太太 您的粥 你喝吧 天天甜粥甜粥 你都溺死了 中了 双分热 小泽 你简直是我再生父母 义父进来可好 还是老样子 他让你万事相信 嗯 出发 赵太太 达里 太感谢你替我约上了私人定队设计师 赵太太 举手之劳 赵太太 这边请 去吧 赵太太 楼上有一批我新定制的洋装 我去试一下 好啊 好啊 二等家邹茂林 今日务实大寿 广告各景名流 包向一顿 请命 会 请 等等 不愧是全城最大的小紧窝 随便一位服务生都很拿得出手 不愧是奏茂林 起来的客人 果然不正经 爷 这边请 爸 我不希望你三天两头来打扰我平静的生活 只要你还是我的骨血 这辈子就平静不了 我这么大一摊生意 不还是得你接吗 我有我自己的生意 你妈留下的小作坊 起码很正当 正当 正当的生意都不挣钱 成家立业了 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为妻儿着想 别碰江丽 他不知道我跟你的关系 我听说了 教书先生的女儿 小家碧玉 家世清白 我很满意 男人 有软肋可不行 我才不想你 不 这是你最像我的地方 反正让你的人 离江丽远点 我是在帮你保护你的女人 我自己会保护 我听说 你一直在找周家的女生 你不想知道她在哪儿吗 从前教你的枪法没忘吧 上午会 杀的 烈烈手 杀这个人可以 拿周倩的下路来换 杀的 啊 啊 哎呀小人 你快跑啊 快跑啊 你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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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我帮你善后 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有人困 哎呀我的好兄弟老婆 你这是怎么了 是谁 是谁 把你摔了 走老板 走老板 呵呵 愣着干嘛 快去找杀你们老大的兄弟手啊 快去 我的好兄弟啊 去接太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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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江丽在吗 你是 赵太太 不好意思啊 晚上不能陪你打麻将了 哎呦 沈先生来接你了 大阿里你好福气的喽 不像我家那个死鬼 那你们先聊 过去换衣服了 好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光天花日的 那不是你说 我们和他 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有人会 怎么带这么劣直的阿欢 我觉得你最近太累了 而我出了花钱 什么都不会 就想着学着帮你省钱 练着就练纸吧 怎么 你是觉得我神猫 养不起一个夫人 不必替我省钱 什么意思啊 你还想要几个 夫人 你今天 好美 你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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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抖抖风 感受着微风的温柔 你 走吧 走 你脸上笑容 夫人 夫人 睡得可好 过几天岳母大人生日 送什么礼物 岳母大人 我跟她提过我妈生日吗 真是撒谎太多 自己也不记得了 爸 妈 不敢 不敢 要你当你就当 但也别太当 尤其是在我丈夫 省时游面前 一定得给我注意分寸 所以我这个妈生 到底是哪一天 到时我跟你一起去 好 不会是明天吧 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你有事 冰高 先排除明天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那后天呢 后天 后天上午 给岳母过完生日 这样我还可以 真是后天呢 不过 你究竟有什么事 是赵太太 她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 很厉害的 专门针对体虚的 所以我想带你去看看 体虚 你觉得我哪里虚啊 我怎么 那这个问题 不如夫人同我回房间 暗淡淡淡 我 我不要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小旭 敬月赴月 敬月赴月母一杯 多谢你们养育了李儿 我才能有幸将她娶回家 好说 好说 嗯 八年纪大了 旧便一发 不能喝酒 对 对 那您以茶代酒 小旭 先干为敬 好 请 请 妈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就是你回来了高兴 手上没注意 好 我陪妈去换衣服 你先陪爸吃饭 好 吃 那我们先吃 爸 义父有何消息 这是程正义的照片 梦常他身边 都跟了一大帮子人 难以下手 只有一个地方 他带的首位少一些 什么地方 德昌饭亦 传闻程正义 有个私生子 是他早年间 终于为富家小姐生的 父子 便常在德昌饭店碰面 私生子 他下次什么时候 出现在德昌饭店 今日下午 这点心 还有点分量 净是您气泡担保 就拿着十盒吧 妈总是担心我吃不够 怎么老是把我当小孩呢 走吧 走 真要去看老中医 去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那位老中医很会针灸的 可是我听赵太太说 那个老中医自己上前半下半龙 医术很难让人幸福 一定要去 开车 就说这位老中医很会针灸吧 沈太太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去找赵太太玩了 换个人玩 听沈先生的 大夫 还需要多久 沈 你想走走 不行不行 扎扎针 不能走动的 你去哪里 我想去取前段日子 定做的海瑞斯扬装 让武术去选 我很需要你在这里陪陪我 万一 这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呢 扎个针而已 又死不了人 他这神色很好啊 您是关心这先生的肾是吧 您放心吧 他的肾挺好的 不会有那方面的问题的 女装 不好麻烦无数的 我自己去 万一不合适的话 还能改一改 那你过路的时候 注意安全 等一下 带点进去啊 给那边师傅们尝一尝吧 走了 先生 承爷传话来 在德厂饭店等你 知道了 先生总是在承爷这般防备 其实这秦子坚啊 哪有这么多恶意 你要是不放心 我陪您一起去 我自己去 你在此处等太太 说她回来看不到我 你就跟她说我临时有事 去公司了 你负责将她安全送回家 好 这 这 插个针而已 来啦 什么意思啊 坐 你有话只说 从前啊 工作太忙 总是忽略了你和你妈妈 你小时候总埋怨 没能陪你们好好吃顿饭 此举若是早上十年 我会十分感激 但是现在这么做 我只是觉得 再浪费我时间 我找到了当年 在周家带过倩倩的 一位保姆 她或许知道 倩倩现在在哪 保姆如今人在哪里 保姆如今人在哪里 重庆乡下 我已经派人去接了 那当年 你跟周伯父 秋金虎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又要我接手约会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为你埋名 怕以后 没有这个机会了 还不是时候 换个话只 你说你这大费周章的 寻找周倩 你们家江离 知道了不会吃醋啊 江离真诚善良 心胸宽广 断不会吃这种 无聊飞醋 再说我和周倩 只是儿时轻衣 我只不过 想确认 她是否还活着 好 先吃饭 这很正义 沙腹之中 你敢活 你又惹了什么仇家 我的仇家 跟我吃过的饭一样多 不过 你下意识地保护为父 为父很欣慰 看着身影 像个女人 你知道是谁 常有家人 前进我熟人的身边做奸细 这位 活败也是如此 奸细 我自己来吧 你懂 我来吧 万事小心 什么都没有 你的命重要 嗯 我得赶紧回去了 沈石游还在等我 等等 我不懂 堂堂金虎帮大小姐 为什么要过得偷偷摸摸 让沈石游知道 你真实身份能怎么 他要敢瞧不起你 你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 你是不懂 我瞒得千心万顾 不过是想来人 当我亲手抱了杀父之仇 还有汪静守 只做沈石游的太太 太太 先生临时有事 先回公司去忙了 叫我留下 送太太回家 那我一个人走走吧 反正也不着急回家 哎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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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太太 不红柿消费了 不过是想把 那我让五叔把你去接你 让他到护照铺来接我吧 我约了赵太太看衣服 而是赵太太 他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 那你也挺许 给那边师傅们尝一尝吧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原本没见着你不大开心 但是 见着你又好了 是我的不是 下次夫人 怎么受伤了 我 我今天睡的裙子太长了 不小心拴了一脚 怎么这么不小心 注意一点 你先休息 公司还有事 我去处理一下 我需要错过你 才是最后知识 但做事成游戏 我们的爱落木了 心痛不如那 不再熟悉 谁呢 太太 张妈 你觉不觉得先生最近有事瞒着我 昨日下午 到今儿早上 先生都哭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怪吓人的 我还以为你们吵架了 所以谁又没去公司 我擦桌子的时候 看到了半截 像是一个女人用的手势 所以 她昨天非但没去公司 还偏向我去跟一个女人见面了 还跟那个女人闹了毛 都回来把气撒在我身上 反了她了 太太 你别生气 如果谁是游戏 肯定他不行了 这是 这个给你 你以后要是再走丢了 你就按一下 你妈妈看见亮了 就会来找你 她 她是 所以 沈石游就是陈正义的 私生子 这是 怎么带这么劣质的阿华 先生您是有事 先回公司去吧 怎么受伤了 那天跟陈正义对谈的人 是谁是游 这是您三个月前 为太太定制的 结婚周年礼物 你去过乡家了吗 没抓到人 对方已经撤了 全都跑了 他也要跑吗 金虎帮的人在到处找你 诚意让你这两天多加小心 先生 要不要把太太的事情 汇报给承宴 不用 我自己可以解决 只是想提醒你 太太是秋金虎的义女 金虎帮个乐会 可是死敌呀 水火不兼容 对敌人手软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 我知道 你先出去 你要调查的陈正义的私生子 其实是 是谁 你知道了 十五年前 基于大当家的位子 背叛我爸爸 杀害我父母的陈正义 我去交给了他的儿子 给我一把鸡 还是那句话 万事小心 你走后这天 还那么烂 如果我那时 能再抱紧一天 平静的海面 翻涌着的想念 你听不听的见 我最怕这天 我来吧 不劳分太太 我自己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 晚饭如此隆重 我怀疑你在外头 有了个女人 张妈教我如何挽回你的心 这都哪跟哪 如果真的是有女人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跟你大吵一架 沈世忧 咱俩还没吵过架吧 没有 吵架好啊 吵架还能增进胆情 我哭哭啼啼骂你变心 因为你那狐狸精是谁 你爱他还是爱我 爱你 那你爱我吗 爱 可是我认为 爱的前提是相互坦诚 婚姻可以坦诚 爱不用坦诚 有时候为对方去死 那也是爱 你要我为你去死 酒里有毒 你试试看 你还真敢喝 夫人的话 哪敢不错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丈夫的话 不是很想认 我的莫难 不用心疼 假话 难道不是你从拍卖会想买来送我的吗 说了你就信 我还不是为了替你省钱 想省钱你倒也不必每天出去打牌 请问你迄今未知赢过一次吗 我输又怎样 你那么不满意 你早说呀 好 我说 你从接近我的第一天 就是为了杀诚诚意 你明明知道我跟她的关系 却还是选择嫁给我 对 你就这么想我 必然的 你说得对 你不但要杀你爸 我还要杀你 我说爱你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对你没有一丝感情 你闭嘴 孙之忧 你跟我玩真的 究竟虎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为他卖命到这种地步 甘愿做奸细 背叛我 伤害我 刀口天蟹 到处杀人 也不愿意做沈太太 闭嘴 没人比我更懂被背叛的滋味 你没有资格跟我提背叛 难道你对我 就是全心全意 表面装得一副温文尔雅 拿钢笔都飞起 背地里枪法倒是准狠 我枪法若是准狠 你这会儿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好啊 那你来试试啊 抄我开枪啊 反正你喜欢莫奈 都会喜欢我 你胡说 我喜欢莫奈 是因为画是你送的 我喜欢的是梵高 你卧室里那副梵高 也是强的 我知道 你知道 过于假的 我不戳穿你 是怕你伤心 才不忍戳破你 你到底还有什么是真 没有 我不喜欢丝袜 更不喜欢高跟鞋 也不喜欢你卖我的姿势 你过分了 最后一句劝你收回去 我也不喜欢你的品位 你每次都买胡玫瑰 现在小苏星 结婚之前追我那会儿 是谁说我算真可爱的 明明是你先追的我 你先追的我 你先 你先追的我 你先 想离你 有没有良心 谁需要 洗开 这什么东西 扶子的 吉克拉的 又不是送你的 快起来找 快 没事吧 其实我也不喜欢 像什么外国音乐 就比如现在这个什么 交邦的 这是贝多芬的 谢谢 听都听不懂 所以不喜欢吗 我也不喜欢你穿蕾丝睡衣 太好了 我也不喜欢 还不是为了诱惑你上床 其实我也不喜欢看报纸 我之前假装在看 是因为我衣服会在上面 给我留暗号 我就知道 邹某林是你杀的 就那一天我在阅读会馆 看到你穿黑色礼服 我看到你 你是那个男招待 你还说我 我还想说你呢 你说你身为一个有夫之妇 对一个男招待看那么久 沈太太 我那个取杂毒蛮的大钻剑呢 在哪里 在哪儿 接着装 掩饰你心虚的事实是吧 你自己跟自己吃醋 你幼稚 还打吗 不打了 再给你透露个消息 我在重庆场 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啊 真 举之类吗 注意你的身份 人票 你明明是种惊人 为什么会说上海话 现在该问的 应该是我要带你去哪里 为什么绑架你 这还用问 你不是想拿我作儿 钓成针一只条大鱼 既然你都知道 你就给我乖乖配合 不然我 所以为什么 因为我长辈是上海人 那你为什么要杀成针一啊 为了钱行吗 有没有够服演绎的答案 因为不满意婚姻现状 想杀掉公共 获得人身自由 还是为了钱 更有说服力 但是 我不会让你杀成针 你这 沈石油 这是怎么了 没事 跟夫人办了几句嘴 这边是从崇庆 见了带过周家倩倩的保姆 这个人认识 这是倩倩 果然 你们是 我是倩倩的丈夫 你不必害怕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倩倩的过去 以免提起她的过往 令她伤心 谢谢 十五年前 我带小姐玩耍 刚回来 便听到老爷和成爷大吵一架 当天晚上 老爷和秋爷被困金沙码头 不知发生了什么 最后 秋爷抱着昏迷的小姐跑回来 说老爷被成爷杀害了 她无力护住 让我赶紧带着小姐去重庆避祸 当时 我赶紧就过去了 脸色不太好 遇到问题了 问题不大 不过是从别人口中 听到自己的妻子遇人不说 嫁给了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 那你有点惨 你刚刚说 我是江离的杀父仇人 怎么回事 江离就是周倩 他 他是周子正的女儿 等等 说我杀了周子正 谁说的 秋金虎 放他娘的狗屁 你没有吗 我像是会背叛兄弟的人吗 像 反正江离现在就是这么认为 你不择手段 霸占他爸的位子 私吞他家的家产 他会因为此事跟你离婚吗 没有 他想杀了你 那就好 你这个不讨女人喜欢的性子 随我 怕你很难再讨到其他媳妇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也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吗 我永远不会背叛周子正 那你为什么跟他决恋 没有决恋 我只是离开一阵子 谁让他拿枪指着我 那江离开拿枪指着我呢 我生气了吗 好 那你帮我评评 秋金虎没来之前 那周子正什么都听我的 秋金虎来了之后呢 周子正跟发了疯一样 非要跟着他去私手掩土 不是 我有错吗 没有错 谢谢 这是我听你说过 最有孝心的一句话了 那你还是太年轻了 被人跟踪我 还不进来 你个人来的 多危险来我看看 第一次跟儿媳妇见面 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 实在是 你不礼貌 你姥姥不会也这么刻薄吧 我尽量不 孩子 刚刚我跟石油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周子正确实不是我杀的 你可以把枪放下 陪我喝杯茶吗 我一个字也不信 秋金虎的一面之词 你就信 信 他只不过是被秋金虎 灌输了十几年的仇款 一时点转不过来 不用你帮我找跑 你放心 我会让你儿子给你陪葬 就像当年你对我父母做的那样 所以说 你们这些小辈 光有个空架的 就出来下巴 你要想杀他 不走就杀了 还用到现在 要我来帮你 让记忆 这一片片的潮汐 流下泪滴 就在冰冷 潮湿的沙灯上 独自 哎呀 大意了 妄装子弹了 你 哎 我老板 你定不会像他那么加弹 那可是 那你陪我捣了 但是 我才不要跟你白头鞋了 儿媳妇 现在能陪我好好聊天了吗 你出去 我单独跟他说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料 有些事情 我也必须自己了解清楚 流浪的风一直很匆忙 不知哪里才算 这是 周子诚的遗物 以及我认为是他的 所以抢过来的东西 这里面 还有约会 这些年所有的经营 我把他正式交给你了 这些 是你对我父亲亏欠的弥补 你父亲的仇 我已经报了 这些不是亏欠 是传承 你怎么了 我要一睁眼 能见到一个大孙子 我就死而无憾了 那你也要有命捡到 生病了 为什么不说 本来就是捡来的命 换回去而已 倩倩 你过来 你从重庆回来 可见着囚禁户了 因为囚禁户已经死了 死了 是我杀的 你被穿夺周子诚 四番烟草 两人被困 囚禁户抱着年幼的你 摇歇周子诚 让他先走 等我赶到的时候 已经完了 就近乎带着 约会里的幸福盘处 成立了近乎梦 而我回来结束的约会 已经风雨飘扬 我本是亏欠自证弄丢了你 现在你也找着了 我也就安心了 我还可以 下去见他了 你瞎说什么呢 小罗笔而已 你是 约会是我和你夫妻 一辈子的心血 穿到你和石油手上 会也能放心 接触 担心好事 破问前程 陈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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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囚禁虎早已被杀 禁虎帮掌居的另有七人 一直以来给你传的消息 是谁 我知道 我自己去解决 你在家等我 江丽 回来吧 骗我这么久 开心 说实话我后悔让你嫁给沈世佑了 我后悔了 跟她离婚吧 我娶你 就凭你 也想跟我抢女人 沈世佑 给我上 上 终于再次盛开了 温柔灵魂的火朵 陪着我 上许像个字 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 再重来一次 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 如果说 七八个世纪出现了 我们的开始 爱怎会 给你